NEO 聊四季 天一天都不先 大家好,我是NEO 今天來看軍法三表演賽 這場比賽是MBL對上道特 OK,那我們來看一下文明的部分 藍色是MBL,選擇的文明是馬來人 馬來人最大的特色是他升級速度特別快 而且海戰的漁網是三倍肉量 馬來人他的打法都是可以打 騎兵步兵攻兵都是可以打 騎兵路線稍微露了一點 但是他有超頻大象 所以後期大象也是可以用的 接下來看一下達魯P圖人 達魯P圖人最大的特色 升級死會給200木頭 而且漁船捕魚的肉量是雙倍 那這個地圖非常特別 開局就給四艘漁船 然後大家都是從中間這個島上去進行移民 那這裡有一隻村民是不是為了蓋這個建築物 忘記要回去了呢 OK 然後這個開局相當特別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 還把羊放到對岸去探圖嗎 哇 道德這邊是時間管理大師 羊呢 也是拿來 進行探圖的東西 而不是拿來吃的 這張地圖可以直接當成油木的 那現在雙方呢 兩邊都是一下船之後 看到木頭馬上就去補下城鎮中心 並沒有到內陸 因為如果你越往內陸走 就代表你的城鎮中心的村民的產生速度就越慢了 和容物被打出這個村民差距出來 那馬來人呢 在油木地圖來說也算是蠻好用的文明 遠升級實在速度夠快 而且油木通常是有海油木 所以玩法玩起來算是比較OK一點的 而且後期漁船呢 就算不補這些野生魚群 撒魚網優勢也是特別高 而且還有免費的步兵鎧甲 只要蓋好城堡之後 爪刀就可以大量生產 那看起來 MBL這邊是稍微會有力一點點 那刀河這邊的話是補魚有遊戲一些些 魚肉可以補著再更多一些些再回去 但是WP圖人呢 他的打法大象弓兵也是非常難產 以後期來說的話 兩邊都有克制對抗的方法 所以這場應該是蠻值得一看的 那這邊看到道德士兩隻羊要過來 頭還送爆了 那目前羊的部分還是在探圖 都有在去探些地方 那野外的礦區其實還蠻多黃金的 這兩撮黃金就12000的黃金了 但是每個大島上面都只有兩撮大黃金 所以如果打到後期的話 要爭奪島上的大黃金的重要性 是要知道的 避免在那邊一直在找野精找不到 那這邊道德士16村 點下封建時代 有打這個高速封建漁船戰術嗎 火戰船 那MBL這邊好像是要直層喔 一個人挖石頭 然後 一個人挖黃金 然後開始再去補這個肉類 好 現在看起來MBL是打直層 但道德這邊應該是打火戰船 好 那這裡有看到挖金四個人 這邊MBL用羊確認過 你在挖金礦 那我就安心了 你應該是直層 那待會我的漁船就要開始跑 好 道德開始拉運輸船 看一下你的漁船在哪裡 下回火戰船就可以開始輸出 下面補了一個新的碼頭 好 MBL 這邊決定沒有要打直層了 這邊 這邊怎麼突然升級上去了 OK 三個魚 這個碼頭 開始在產火戰船 三碼頭轉火戰船 這個是偵察到的結果嗎 決定要這樣子去反打 好 這裡有村民 在這裡要不要秀一下漁船呢 好 火戰船出來了 快反燒一下 好 殘血的火戰船要趕快拉走 往上拉 跟村民一直被追 村民差一滴就被燒掉了 哇 最後村民還是被燒死 好 這裡運輸船想要卡位 到的就是到的 害成 用暈輸船也可以在那邊干擾 好 那戰船部分現在是MBL 這裡有優勢 魚船這邊繼續補魚 這裡先補個果子 避免斷肉 現在有點極限了 還要手動去放資源 那現在 這個自動放資源的這個按鍵 其實在一些情況下來說 會蠻好用的 像這個魚船時候 要這樣放進去再放回來 自動放資源就很好用 好 好 那這裡看到火 欸 三艘戰艦 過來射一下 好 轉戰船囉 那道德這邊轉戰船的話優勢也蠻大的 好 那冰工廠待會要趕快補一下了 火戰船打戰船 好 MBL全力防守當中 戰艦開始往下移動 好 這邊想要抓下面補魚的魚船 但下面一艘魚船其實都沒有 好 正面的火戰船數量有點多 好 道德這邊是選擇拉達 火彈船在前面沒有繼續輸出 MBL這邊想要用火戰船去做一個包夾 好 先燒掉這個運輸船 太阿爺了 好 這時候MBL也轉出了戰艦 但現在道德還在使用自己的戰船進行遠程打擊 好一直在用這個Poke打法 但是快要到底囉 這裡到底的話 勢必還是要回頭 好到達地圖的岸最頂端了 這裡一定要 生命反擊 這裡火戰船 包起來打的傷害非常高 這裡要走掉的話不太可能 趕快換幾艘戰艦更划算一點 好這邊要走 好就還是走掉了 好這邊又來 想要攔截漁船 這裡漁船有點危險 好火雷冰工廠 一級射補下 道德這邊已經有冰工廠了 一級射也已經有了 現在射程來說道德是有優勢的 好那現在雙方都沒有在偷漁船 那道德只按了一艘而已 整體經濟是差不多 好那目前達魯皮圖倫經濟量是非常好的 贏了大概快到七八百的資源了 這個雙倍補漏就是厲害了 好那這裡 戰艦部分繼續開打 好先點漁船 差五滴 哎呀尷尬了 這裡只有五艘 六艘戰船的話 可以秒殺一個漁船 好這裡火戰船 血量一直被偷點 好但上方漁船好像要漏洩了 這裡道德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自己其實打得贏的 趕快往上追 十艘戰船 但是這些漁船能跑得掉嗎 但畢爾羅終於找到 哇這個戰艦 都殘血 哎呀這個一艘掉一艘漁船 有點可惜啊 這邊現在被包夾住了 五艘戰艦打十艘 這是要小心翼翼的躲掉對方的攻擊 好後面也有兩艘戰艦過來 正面的戰艦 血量剩不多 好道德在後面 有看到漁船被打嗎 兩艘漁船沉了 第三艘 也沉了 正面的部分 所有的戰艦都要被道德給燒掉了 NBL這裡戰艦損失的數量有點多 但失利的把漁船都拿下了 那現在這裡就有自己補優勢了 哇這裡還拿到一村 道德這裡有點經濟損失慘重 好那NBL經濟量開始慢慢追上了 但你追的不是很明顯 好七隻戰船 打現在是十一艘 道德這邊是有軍艦的優勢的 完蛋 這個裝上去血量掉的有點多 好 換掉了一艘 好兩邊都想要貼近 才適合到對手 但如果太靠近的話就有點難抽身了 好 這邊是誰戰艦出量有優勢 誰往前貼就越厲害 但NBL這邊戰艦也是越補越波 好到這邊經濟漁船 是不是要補優先呢 還是要轉網打野 吃豬肉 這裡有吃豬肉 這裡去打野 情況還蠻不錯的 裡面的森林森畜 有野豬可以吃的 兩頭豬吃一吃 也差不多可以升城堡時代 好戰艦褲打 11艘對12艘 村民術現在是38對37 NBL 村民術現在是稍稍領先的 因為這個升級速度夠快 結果這邊是城鎮中心閒置來到了2分51秒 然後這邊是含漁船 剛剛忘記把這個漁船算進去了 那現在NBL其實是村民上市輸的 漁船上市贏的 所以這個村民術看起來是39對38 好到這邊點一下了城堡時代 這裡後面補了一個馬 市集 準備要來升時代了嗎 這個支援量看起來不太夠啊 好NBL 為了要包這三艘戰船 直接升隊到了左邊這個區域 到了三艘戰艦還想要反擊 好 再換掉一艘戰艦 哇 這就很賺了 這裡是14艘對11艘 哇 變成NBL 變成翁中之鱉啦 角色互換了 剛剛是你追我戰船 現在是換我追你戰船 那NBL後面也有戰艦過來支援 好 但現在戰艦數量來說 NBL也不是太劣勢 好 這邊再稍微走A 繼續走A的話 就有機會換得贏 11艘對8艘 現在又互換了 NBL突然又打贏DOT的戰艦數量 好 有優勢的就往前貼 OK 戰艦數量已經完全打贏了 DOT現在是戰艦打不贏的狀況 但是已經快要升好時代了 待會有奴炮戰艦的話 就還打贏 好 但是NBL這邊時代上是落後的 好 裡面的野豬沒有吃 DOT這邊吃了非常多野豬 下了奴炮戰艦升級 NBL看到DOT上城堡時代 這裡要趕快買賣嗎 可是如果一買賣的話 戰艦數量就會變少 賣木頭很虧喔 這裡肉類還差一點點 這裡斷村上城堡時代 好 這裡射掉一隻乳牛 乳牛 乳牛表示 我沒有虧欠你們 乳牛太 太衰了吧 就這樣被點掉 好 那DOT這邊是補下的二級伐木 OK 前期戰艦兩邊都是打得很兇的 原來兩邊都是把城鎮中心蓋在岸邊的關係 所以很容易被騷擾到 好 火戰船升級好了 這裡要小心繼續拉打 好 奴炮戰船 打岸邊村民效果非常好 戰船現在存在城堡這個碼頭裡面 城堡時代要升級好才有奴炮戰船 好 這邊戰艦追得很兇 好 這邊MBL的漁船也中被打乾淨了 現在村民處是41村打44村 MBL剛剛還偷了一個支付的關係 所以現在村民才有衣服可以穿 好 戰艦放出來 應該想要先打掉落單的奴炮戰船 然後火戰船傷害其實有點高 要小心一點 二級伐有了 有二級伐的話就稍微能打 OK 好 那現在奴炮戰艦需要的是200多肉 好 這裡先按幾艘自爆船 好 這個肉 待會兒要不要先取消一些村民呢 還是要先趕快轉灑農田 好 道德這邊直接鬼轉開TC 升級時代給200木頭的效果 讓他經濟加成非常好 好 自爆船 炸個一波 全部的戰艦都變成半血了 道德這一波血傳 好 這包船來了 也趕快追一下 OK 這個戰艦再炸之後 道德的主力戰艦也所剩不多 好 這邊還在追逐火戰船 奴炮戰船哪時候才可以升級呢 這裡一直沒有補下 新的農田啊 哇 這個果子吃得很辛苦 還是買賣一波呢 好 買了100 石頭 這邊要來蓋TC OK 還在打戰船 看NBL覺得有二級伐就夠了 這個奴炮戰船 如果升級也無所謂 6加2 好 雙面繼續往後補 好 戰艦這邊再次回頭 好 看一下經濟狀況 好 現在道德農田已經灑起來了 但是沒有點下一級農田啊 這個說明喔 現在道德雙TC運轉 這個肉類也相當吃緊 甚至連二級射都點不太下 那NBL這邊也是 現在雙TC開農 先灑農田 好 待會再去補這個奴炮戰船 跟農田技術 好 這裡好多人在吃果子 好 這邊戰艦炸個一波 好 先點掉自爆船 自爆船全點掉 這邊戰艦包夾有點兇 而且自己的戰艦基本上都是殘血狀態 所以再繼續追下來 很危險 但是NBL還是憑藉著自己的射程優勢 射掉了非常多的火戰船 好 那現在NBL不太敢再斷村去點科技了 如果村民會越來越落後 經濟就會越來越糟糕 好 那這邊NBL點下了更多的自爆船 但是沒有打算要趕快去升級 弩炮戰船 用戰船打到30分鐘 這個相當少見 戰船數量還明顯的很多 好 這個肉是先點下了瞭望技術 因為有點卡人口 這裡人口卡了 和瞭望技術 然後去補防子 點下弩炮戰船升級 好 道德的自爆船 現在來到了四艘 大家可以NBL1過來這裡 可能就會被自爆船給炸 但是NBL自己也清楚 好 這個有差旗子了 十之八九 是這個自爆船 好 下方自爆船過來 炸這一下 哇 炸掉了很多艘 但前方自爆船也衝出來了 哇 這裡炸NBL也是損失非常多的戰艦 好 前方自爆船上去 這裡炸個一波三艘火戰船 後面解圍成功 好 後方的火戰船開始逼了過來 這一波大戰突然一觸擊發 十二艘戰艦 應該還是可以打贏道德的四艘弩炮戰船 NBL剛剛這一炸炸得很關鍵 一艘自爆船在下面炸了三艘火戰船 非常的關鍵 好 海戰部分 NBL還是有軍事上的優勢 道德雖然有經濟上的優勢 但是現在好像軍事力不太夠 支援贏了三千多 但軍事卻有點打太野 好 這邊三TC開農 NBL這邊還是繼續專心打軍事 TC沒有繼續補下 讓村民術會越來越到 65吋打81吋 道德經濟流打法 好 看 能不能打出經濟差距來 好 等一下要船屋科技 這個是航海技術才對 航海技術 道德點下易農 開始斬青技流 好 補下更多的碼頭 準備要大爆戰艦了 好 右邊有一隻村民 兩邊在 偷偷打架 好 後面藏了幾艘自爆船 要往前衝了 這一波自爆船往前 好 炸到了一些傷害 但是受傷程度並不是很嚴重 道德這邊的戰艦數量也慢慢開始量產起來 十二艘打九艘 好 現在兩邊一直在互打狀況下 沒有辦法很好的去開農經濟 但是道德入戰有大動作了 開始往NBL加插一根大城堡 好 正面的海戰 道德這邊是好像有優勢了 四艘 四個碼頭 繼續產這個農炮戰船 把這根大墳堡都要蓋好了 對 趕快補石頭 對 趕快補石頭 為什麼這裡要補石頭 因為他的寶可能會連環插過來 如果沒有一根城堡在正面防守的話 很容易被對方控到重要的資源 好 這邊戰艦還在繼續量產 NBL沒有打算要趕快速升帝王 道德這邊是蓋一根城堡之後 開始產生邊劍兵 好 這根城堡補下 正面不利根城堡 好 道德這邊後面補了工程器製造所 看來是有些想法在的 好 那正面戰艦的部分 最終是由NBL打贏了正面的戰艦主力 好 現在陸戰也開始慢慢有點動作了 好 道德這邊應該是要趕快速升帝王 慘巨型頭司機開始多層 NBL這邊反而是開始按起了爪刀 防守一下邊劍兵 好 道德 帝王時代補下109吋 但是海淡目前暫時放棄 裡面還是有再繼續出戰艦 好 這裡超多人在吃果子 但這裡沒有太多的石頭可以再繼續蓋寶 如果能再繼續蓋寶的話 這個黃技能空到 就很有鑽頭了 好 道德這邊是選擇了邊劍兵打法 開始升級了步兵鎧甲 好 正面戰船又再次出來 這裡燒一燒 可能你打不太贏 NBL以後轉出果戰船 可以扛住正面的騷擾 好 這裡碼頭越來越 越來越少了 一直變成果戰船燒 果戰船打碼頭很快 好 道德現在是半放棄打海 但也沒有完全放棄 這時候還在補這個碼頭科技 航海技術 別補下 這裡補下新的碼頭 好 抓到 抓到上方吃果子的村民 好 道德這邊有帶到學 好 正面打掉所有的碼頭 城鎮中心可能也要不保了 好 NBL也補下了帝王世代 但時間升級太快的關係 只大概慢了快一分鐘而已 好 道德開始要纏巨型頭司機了 木頭有點缺 好 先升級了重型火戰船 那帝王世代的達魯P圖人呢 也可以轉出樓船 那個樓船出現之後呢 可能戰果也不太一樣 但是以實在上來說 WP圖人用樓船的機率也是偏小的 因為盧炮戰船 終究還是比較便宜 而且這個單位體積沒這麼大 好 那這邊是選擇了火戰船路線 步兵鎧甲 三級的板甲也升級好 後面邊界兵一直想要找機會去騷擾 但是NBL防守很快 很快就把這些村民給拉走了 下面這個新的礦區好像 道德沒有意識到 下面已經開始擴張起來了 好 這邊再炸個一波 哇 開始燒到了 好 巨型頭司機 趕快生產 那馬來跟達魯P圖人 都是有火炮的 兩邊都先趕快研發化學 待會就可以產出火炮出來 就可以反制對方巨型頭司機了 好 這裡有一組邊界兵 能不能邊到呢 有意識到 NBL這邊防守還是做得不錯的 像這種時期 大家中方要注意的東西是 要一直趕快看小地圖 看哪裡有閃爍的地方 地圖上閃爍的地方 就代表哪裡有人在騷擾 還有這個紅墊有沒有出現 所以在打世紀帝國的中後期 這個要多看小地圖 跟你打肉的時候一樣 好 這裡巨型頭司機繼續補 數量已經來到了 快要第三台 但是道德這邊第三台 已經要出來了 好 我怕這裡也補下 NBL正面工程可能要打輸了 好 這裡先用巨型頭司機 看能不能砸到火炮 一發桌出去 躲掉 OK 這個再躲一下 好 再躲一下 OK 看起來蠻穩的 暫時都沒事 城堡被打掉 巨型頭司機現在在地面上 沒有辦法一看的關係 只能任由火炮擺步 好 那NBL也用自己的火炮 反擊了火炮回去 好 兩台火炮再繼續輸出 打掉了一台火炮 好 二台火炮想要努力反擊 但是前方邊劍兵來了 開始編到村民 NBL這時候突然打出了GG 我們恭喜道德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這裡NBL有點慘 正面打輸了 右下角這裡也被蓋了一根堡 這個結果是禍不單行啊 結果海戰也是連接私利 道德在最後使用自己的經濟打法 直接海淹死了NBL 結果DWP圖人的前期的補優勢 真的很強大 感覺這張地圖選DWP圖或是選日本 開局的經濟都應該算是很不錯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DWP圖人 道德拿到資源上勝利 贏了快要一萬四啊 全部資源都贏了 而且15贏了也快要到一倍了 可能沒有到一倍 5000多左右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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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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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